我说是挺乖的孩子 学习也好 家里也听话 上大二的时候 你突然就变了 这一把火 我一瞅着冒了烟了 灯也掉了 我听了汤汤的讲 我那一年 家里三千五百钱 我想说拿不来吗 你二十六七岁 你凌什么给你父母要钱啊 父母给你钱帮助你 是情分不是本分 去到你干嘛去 把我同年那部分给我补上去 好吧 你童年怎么了 你童年下地干活要补偿你吗 他从前两天跟我说 我吃你家几分万 他长这么大 没吃我几分万 那你怎么活过来的 小赵 我一下心就凉了 所以小赵 你的问题在哪呢 就是你对父母啊 不敢 没有什么良心的牵扯 钱都是算的是 自己合适的账 如果今天不断奶 那明天他喝你那血 他仍然不知道敢 你老觉得你的童年 是一个痛苦的童年 您正在收看的是 第三条解释之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有矛盾找第三条解释 好 有矛盾找第三条解释 大家好 我是张鹏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呢 是一个本本分分的农村的这么一个家庭 但是因为十年前 儿子性情突变 让这个本来和睦的家庭呢 突生变故 这问题出现在什么问题 现在就是说让你们帮我找出这个问题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这个家庭变得四分五裂 儿子又离家出走呢 这也不是他自己愿意走的 我把他轰走的 你刚才不是说想找什么样的工作 我现在就是说就是有发展前景人 镜头里的这个年轻人叫赵振月 已经三十岁的他还没有结婚生子 也没有一份稳定工作 然而一心想要干大事的他并没有放弃 仍然在为自己的生活寻找机遇 家庭那后边那边呢 也有一点小空地 我说就是说整个小豆腐房 可最近他却被父母从家里给撵了出来 这突然的变动让他手足无措 你说你走吧 这儿没你地方 那完了他就 你爱上上上上 小赵的父亲赵淑琪和母亲孙淑琳 对于轰走儿子的行为显得格外平静 两位老人就这么一个儿子 搁谁家都应该是一个宝贝搁的 他们为何会狠心的把儿子扫地出门呢 这一把火 你一瞅着这儿 我一瞅着冒了烟了 那灯也掉了 我听他放了讲 爱之深也许才会恨之切 母亲孙淑琳凉透了的心究竟源自什么 儿子赵真月主动求助我们 又想对父母说些什么呢 一起走进今天的调解现场 怎么最近跟家里闹了矛盾了 不是最近就有很长一段时间吗 什么时候开始的 应该是从大学毕业吧 大专 但是据父母说呀 你小时候只挺乖的孩子 学习也好 家里也听话 经常上地里干活 后来上大二的时候 你突然就变了 回家就跟他妈闹脾气 而且打骂父母 怎么会突然就变了呢 儿子赵真月原本是家里的乖宝宝 村里的高材生 可是刚上了大学没两年 就像变了一个人 这期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怎么那年突然变的 你是看了一本什么书啊 谈了一场恋爱啊 还是什么原因 抽签成的 反正就是发生了 是不是那年突然变化了 对 什么原因你不知道 就是自己的想法跟父母 就是说发生了很大的 不一样的恋爱 有什么导火索吗当年 高中毕业的时候 我那年想补习嘛 然后他们也没让 没让补习呢 可是我说上一大专的 我想找一个就是那种 汽修类的专科 你想学汽车类的专业 然后就说选了这个 父母给你选的会计 是吗 对 那会经济条件特困难 他妹妹也上 他也上 完了就说他爸说了 咱们就凑合念一个 这个会计呢 也不是这个饭丸也不见得是不成 学好了也一样 他也挺 就说那就学吧 就去 既然您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高考志愿的问题 它左右了你的这个人生规划 后来上大学之后 这个专业学的这个 没兴趣 然后也没好好学 是吗 因为没有兴趣 所以大一大二整个过程 有挂科吗 我问一下 都没有 小时候从来没用 我招来你 我也没 也不用 这两孩子 词词了 不用教 也不用教 对 你说什么他都知道 他挺狼的 不知突然变得 不知就变得 就大专 就大专 大专第二年的时候 变得 在前期采访中 小赵的父母声称 儿子就是在上大学的第二年里 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但在小赵自己的口中 大学的生活 似乎再平淡不过了 是小赵在隐瞒着什么 还是父母的理解 有偏差呢 找着合适工作没有 现在 没有 还没有呢 毕业这么多年了 有短期的 有那个 就是父母也给你找过工作 是吧 还说给你找过邮局的工作 干不下去 怎么干不下去啊 什么原因 是跟那个同事搞不好关系啊 对啊 跟同事 当时那次是跟同事搞不好关系 他跟你们说过吗 比如说跟那个邮局 跟同事的那个关系不好 没有跟你们说过 你问过他吗 问他不干了 他不去了 他说不去了 他就不去了 他先不说是理由 对 你不说干嘛 我觉得父母啊 在他工作以后还帮助过他 给他找过邮局的工作 而且你想当那个基金经理人 还跟父母借了三千五百块钱 是吧 没借到 那后来借你多少 两千五百 小赵以找工作为由 向父母借债三千五百元 但父母只给了他两千五百元 这个事件 让小赵一直耿耿于怀 那么这份工作 最后找到了吗 这份钱又去了哪呢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跟他借三千五十 你多大岁数 二十六七 二十六七 你 你 我认为李宗盛 你 我认为李宗盛 你 我认为李宗盛 他一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反正给了我也答的嘛 你以为是三千五呢 对 到那以后差一千块钱 你发现是两千五 你那事办不成了 这钱是不是应该退给人家 因为原来那事不办了嘛 你是以那个名头 去跟人家带来的钱 那事干不成了 钱应该退回给人家 就不好吃退了 就已经说出来了事 就是想去做事 对 把钱给了你 你现在又不想办 所以你就把他胡乱花了 这就有面子了 是这意思吗 从他的想法来讲 他也没认为 就是说我能干出去 小赵 你知道就凭这一件事 我认为你做事颠倒 我这么说你感对吗 我认 所以你是个做事颠倒的人 你让你父母怎么信任你呢 他不信任就不信任 我再还是这件事 2011年 家里三千五百钱 我想说拿不来吗 你二十六七岁了 你凭什么给你父母要钱呀 每个人就说遇到什么事情 需不需要别人去帮助呢 帮助首先 接受帮助 你要有一些 接受帮助的态度 你得在人面前卑微的 我卑微 再有 不是一次又一次 拿着一晃信过去晃人家 然后挂羊头卖狗肉 我希望就是您把这事情理解清楚 面对父母的帮助 小赵似乎并没有领情 甚至认为这是父母 没有帮助自己造成的结果 导致了积怨深化 我理解得很清楚 而且你也说完了这事 你老我一说话 你就说你没说完 你没要说完了 你还是没要说完 让你说完了 小赵 你都说完了 我们也都清楚了 父母给你钱帮助你 这是情分 不是本分 小赵你干嘛去 我先休息一下 心态崩塌的小赵 突然想要离场 面对始料未及的突发状况 我们的嘉宾赶快下场 对当事人进行了场外心理辅导 才使得小赵能够回到场上 继续录制节目 那现在找着对象了没有 没有 也没找着 没找 据说找过一百多个 新鲜家人有没有给他介绍过对象 介绍后了 现在还有说着的呢 就这十年 你这得说多 就你钱都忘了 就这今年一年 打年线到现在就不下十个了 这些那么多都没有一个成的 颜值还是可以 是吧 长相没问题 那是什么原因呢 多数是我看不上人家 你看不上人家 没有碰到好的是吧 对 和缘的吧 年近三十的小赵 可是让家里人操碎了心 而面对着父母的质疑 他又是怎么做的呢 那你现在跟父母闹矛盾 就是因为这两方面的原因吗 一个就是我的想法跟他发生的不一样 跟父母想法不一样 还有我的生活理念可能跟他那不一样 然后呢 这个编导当时就是说 给我戏化了一样 说具体什么情况 可以让你说戏 我也想问你具体 比如说跟父母闹矛盾了 那具体表现在什么劲呢 就是吵架了 跟父母吵起来了 有争执吧 也有争执 肯定是有 那父母可能就给你赶出家门了 三次吧 最近 有三次都赶出了家门 最近两年吧 应该有三次 那你在家里都做什么了呢 让他们生气 好像还把东西都给砸了 烧了 对啊 有过这事吗 有 玻璃都砸了 对 还放火来的 也不说放火 因为是我的东西 因为第一次把我赶出来的时候 是我东西被扔的院子 然后他要去警察 当时我是不知道 强哥总统 他跟我说 嘿 你要老师吧 你爸他有联系点你那个东西给点了 你别瞎折腾了 回去你爸说 你可听什么就完了 你知道吗 我说这件事本来就是他做的不对 我为什么还要听他呢 他怎么做的不对 他凭什么点我东西啊 他因为你气他了吗 他要点你东西啊 我气他 你怎么把我放这儿给我点了吗 他有那个行为吗 您把火点了吗 这具体情况我们都不知道 您认为您父亲曾经有可能说过啊 中间还倒了一手 您堂哥 您堂哥说的 这不是说有可能啊 你老实点啊 老实 他不是说有可能 是绝对做过这件事 因为跟父亲发生了争执 又听闻了父亲要把自己的东西都扔出家门 甚至一把火点了 恼羞成怒的小赵 居然先下手围墙 回去就在父母的家中放起火来 左姓最终没有酿成惨剧 但也着实让老两口吓得不轻 而更让嘉宾们吃惊的是 小赵对于自己的行为 丝毫没有感到羞愧 甚至有些理直气壮 这个不管父亲想不想点 点没点 他为什么点我问您 您知道吗 就发生争执了 最近那次我爸 我 기 scare them 去 我例えば 我想起ホテ虾 Drive 被这么冷 我就一定要是的 我想起完 embry 然后 现在 我棠手 或者最后 你 означ 你喜欢 我 胆毛 任睛 是不是 全部 lic 都 摘里山青瓜 你叫我一句 我估计我没有一回不行 小赵的意思我听明白了 就是父母老贤他在家闲着待着 不上地干活的 去地里干活 再一个你有什么事 你也不发出声音 但是小赵去地里去了几趟 又没有活 找不着人 找不着人也没有活干 不是没有活 是找不到人 找不到人 其实我理解 这个上地干活 干不干活 其实父母可能也不想你去干活 你呢也作为大学毕业生 也不愿意去上地里干活的 干点大的事业 是不是有这一想法 对 年纪不大 脾气不小 而且还有挺多自己的道理 一切矛盾的始末 在小赵的嘴里 最终都成了父母的不称职 不如意 那么对于家庭 对于自己 小赵有着怎样的规划呢 还有问题吗 想在家里搞一点小事业 然后呢 就是说我隔了他家住的这个村子最后边 住的村子最后边 然后呢 想在这块儿搞养几头猪吧 然后呢 我家了呢 家了那后边那边呢 也有一点小空地儿 我说 就说整个小豆腐房 每天做个一百斤 一二百斤豆腐啊 然后当天呢 豆腐渣下来之后呢 然后去拿他家房后们把这猪给喂了 而且咱俩竟然就说这个 比如这叫生态一下 你想的这个 我就跟您说这一个 你想的这个 你打算让你爸给你拿罗写 我没说让他拿钱呀 我一分钱没跟他说 你自己拿 是吗 我自己考虑想办法吗 我觉得这个 首先这个 就是这个出发点是对的 您听我一说 再有一个 等会儿 你等会儿 你别老我听你说 你得听我说 您说 我觉得你啊 现在特别自然的 就是我想给我们家怎么着 我觉得你这想法 当时听我说 我觉得你这想法 稍微有点问题 你得修正一下 你现在想的 你惦记的这个 那不是你家 那是你父母的家 明白 那你要说这个又发生争执了 因为后边这院 应该是我们家 原来一个老头 他住的院 他花钱买下来的 虽然说是我爸当时 从中给找的人了 但是当时这个院 是这个老头买下来的 买下来之后可是 07年的时候呢 我九月二入学 当时就是放回家这边 体验 我经常去看 体验呢 在这儿 怎么脑子有点乱了 说到伤心的地方了 是吧 说到未来的规划 小赵滔滔不绝地描绘起了 自己心中的蓝图 而这个蓝图中的 关键性板块 又牵扯到家里的一位邻居 对于这个老头 小赵表现出了 让人意想不到的情绪 他和这位老人 是什么关系呢 九月二入学嘛 入学按照 他就身体就不好 身体不好了 就是这个老头 就是这房子原来的主人 然后我就没事就去看 你长话短说吧 你想表达什么呢 就是我爸这个继承权 所以那个房子的就是 您认为这个继承权 不应该是由你父亲来接受 对啊 可能更应该由您 因为您对他更好 照看更多是这意思吧 原来小赵想要大展宏图的地方 曾经是属于那位孤寡老人的 小赵觉得自己比父亲 更有资格获得那位老人的遗产 当然小赵依然给自己 找到了一套合乎情理的逻辑 只是这套逻辑 也依然很难获得嘉宾老师们的支持 那个现在有一个问题啊 想说一下就是说 如果父母啊 想让你回到家里来 娶妻生子 好好过日子 你愿意吗 实现不了 实现不了 你愿意不愿意 不愿意 不愿意 那你的诉求是什么呢 你想怎么样呢 化解跟父母的矛盾 那不还是为了回归家庭吗 不是这个目的 不是 那你想干什么 就是把你心里的这个苦都说出来 让父母理解你是吗 反正都说出来吧 理解不理解 就是另外看看 你就是想诉说一下 是吗 今天主要是达到这个目的 还有就是我说的一句话 就是说 我小的时候 别的孩子 别的孩子都有一个美好的童年 没有 当主持人问及小赵 前来调解的目的是 小赵提及了自己的童年 那么童年与调解诉求 又有什么关系呢 果不其然 小赵又给嘉宾们 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弹 我基本上就没有 那你干什么去了 上地啊 上地干活去了 没人放出家 放两个月出家 就早就没有一天 就是出去跟小伙伴玩的 是 那你想让父母怎么样呢 理解你这段童年的痛苦经历 我就需要他们补偿嘛 让他们给你补偿 补偿什么呢 补偿钱 房子 他们自己选择 我 我要 让他们自己想想 补偿你什么 自己选择 小赵 那个你的诉求啊 我们清楚了啊 但是刚才你说了很多了 我们还要听听你父母 他们的说法 好不好 有请父母上场 对于童年的补偿 主持人给出了四个选项 但在嘉宾的追问下 小赵帮我们精简成为两个 房子 或者钱 面对这样的思维逻辑 以及诉求 小赵的父母会有怎样的表态呢 好 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 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呢 是赵家的父母 老赵和书玲 你们好 作为父母 你们在第二现场听到儿子说的了吧 老赵 你听到了吧 你觉得儿子说的都对吗 跟事实都相符吗 老赵你冷笑一声是什么意思 不可救药了 这回我没说吗 我在晚两分钟 我那房子都没了 那我不用你点 我自己点 八年您的儿子 在您的眼皮底下 干尽了荒唐事 他那东西 我们从来都不敢动 你给动都不成 您的儿子变成现在这样 按他爸爸说的不可救药 跟你有密不可分 我不敢说 已经构成了 刑事犯罪没有 至少是一个 行政治安处罚的一个行为了 怎么说起这儿子 这是你哀声叹气的呢 不可救药了 都没法说 不可救药了 对啊 今年头春节 头春节我跟我一个村里边人 一个朋友坐一块 就是磕瓦嘴 农村那磕瓦嘴说磕一臭的 说磕一臭的 在这说这句呢 他说外的说他呢 我们俩从窝 他有点痴心了 说他呢 他到窝了 人家那头春节给他买的床 买的衣柜 到那我把衣柜揣 全门揣坏了 那肯定不是因为这一句话 他没好心 你说什么他没好心 原来你们父子可能就有矛盾了 而且他说把自己东西还烧过一回 没有 他就是气话 他说连东西我都给你挣了 这是气话 您说给他东西想给他烧了 没有 他没有 他那东西我们从来都不敢动 一个洞都不成 但是后来这次他给烘走以后 把东西给烧了 他这回我没说吗 我在晚两分钟 我那房子都没了 房子都着起来了 那么一个大床顶上 连背我带什么呢 他全都给扯到地上 他在那屋里吃饭 他就跟我喊一声 我走了啊 我心的话还说呢 你走你就走呗 你跟我说什么劲啊 我还心里这么想 他又非得叫我 你起来吧 我就起来了 起来我那么老听了 汤汤的声音 你说不对 我就出不去 我忘记一歪脑的 我一瞅那烟图窗 我都出来了 都黑着呢 着了 是放火了吗您 对 为什么要放火了 你都不愿意干嘛 他点我容易 就是您父亲先点你东西了 那我不用你点 我自己点 一言不合就放火烧家 小赵的极端行为 让母亲孙淑玲至今都心有余悸 两位老人怎么都想不明白 曾经乖巧董事的儿子 怎么就突然间变成了这个样子 那您这儿子说他突然变化了 他就去了 这个大专头一年也挺好的 等到第二年就有点 就变了 就有点说 那我们也不知道 不是变成什么样我想听听 跟家从来什么都没说过 跟你们就不沟通了 等到第三年给他学费买 我们孩子从小到大我挺放心的 他都挺懂事的 等后来这第三年给他到 一交学费就是一万的 连住宿带什么的就是一万块钱 他爸就给他了 我们也不用跟着 你自己去交去 第三年他上了吗 没去没上啊 拿钱走了 拿钱走了 一礼拜回来回 还得要给二百块钱呢 他后来我们去 那老师就说 那个学费 您孩子还没教呢 这我们还刚知道 这一万块钱干嘛了 问到今儿个他也没说 他没一万块钱干嘛 您那一万块钱干嘛去了 但是那一年想去搞点其他的自己事 搞点自己想搞的事 就没教学费了吧 没教 也没给父母说一声 他不想 所以他变了 后来搞成了吗 你的想法不一样了 没有 一万块在当年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 而父母之所以不做深究 是因为小赵的老师 曾经旁敲侧击地说过 小赵的心里也许存在一些问题 但大学老师毕竟不是医生 小赵究竟有没有心理疾病 小赵的父母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就是你们不敢管教他了 因为当时老师的一句话 就不敢管教他 就比较纵容他 然后你们发现他怎么了 心里也少 不是孩子是有什么矛盾 是有什么事 心老 说慢慢的事 不是就一杆一杆就过来了 他要钱就给他吧 这是妈妈的想法是吧 八年 八年您的儿子 在您的眼皮底下干尽了荒唐事 您就说 哎呦 我就这么纵着他吧 早晚有一天他会好的 他怎么了 他从哪儿 他从哪儿好到哪儿去啊 你说他他也不听 他也不叫说 来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觉得哈 这孩子现在变成这样哈 按照爸爸说的 来我来说一下爸爸说的啊 爸爸说的是不可救药 心路不正 这孩子没有好心眼 这都是爸爸刚才说的哈 这是爸爸的定义 这个定义 听上去不像是觉得孩子病了 对吗 这个定义说的是 孩子品行有问题 但是 妈妈是怎么的 妈妈是觉得这孩子病了吗 因为我知道 您是那个 在丈夫把孩子 轰出家门去以后 还偷偷给他送钱的人 您的想法是什么呀 我很想知道 而且我得明确地告诉您 我为什么这样说 我为什么 就直直地送您来 您的儿子变成现在这样 按他爸爸说的不可救药 跟您有利不可分 您要负很多责任 所以我很想知道 您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这个孩子 可以在家里面 做到这个份上 说砸就砸 说烧就烧 一万块钱 十年以前 那是相当多的钱 说花就花 如果小赵的种种行为 让我们瞠目结舌 那么小赵父母的应对方法 也着实让我们吃惊 常言道 子不叫父之果 父母这番 被动消极的应对措施 也间接地让小赵 叛离之道越走越远 你们那个夫妇俩今天到我们这来 你们的诉求是什么的 我的诉求 都没有诉求了 求什么呀 那这样吧 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是不是 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们给您出主意 您听吗 听 您说让我怎么办 行 那一会我们给您出主意 对 不管多疼您都得坚持住了 行吗 行 而且我们是这样的 就是当然孩子是要帮的 但是我得明白地告诉你 他是你们的孩子 你们觉得他是孩子 但是他其实不是孩子 30岁成年人 对吗 对 那我们给他的帮助 是对一个成年人的帮助 而不是对一个小孩的帮助 所以那未必 态度是很和缓的 也许是很严厉的 那可能就得让你们忍着点 对吗 行 那个老父亲你的诉求 是不是跟 你跟老伴一样了 对 是一样的 好 这样 你也说跟儿子啊 这个沟通不畅 今天儿子也来到现场了 我们把他请上来 你们当面沟通一下好不好 有请儿子上场 虽然说 想鼓不用重锤 但是重病一定得下猛药 赵先生夫妇和他们儿子之间的问题 显然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那么接下来 我们的调解团队 会为这个家庭 开出一副怎样的解药呢 那把我童年那部分给我补偿 好吧 你童年怎么了 你童年下地干活要补偿你吗 提纳这个理由来呼员我 我们俩同龄人我知道 那你是不是被人把那钱给我呢 你现在是在跟你爸要遗产了 父母给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对你不就是一个最大的恩惠吗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 现在一家人已经坐到一起了 我们想先问一下小赵 小赵你刚才在第二现场是吧 听到父母说的了吧 我听到 父亲对你的评价可不高啊 三千五变成了两千五 占地内部有我 那是你认为 来律师盖他 对不对 咱们先问一下老赵你觉得有他的吗 父亲觉得有儿子的吗 那个占地款 您是无奈的还是怎么着 母亲觉得有他的吗 有儿子的吗 没有占地款 正当嘉宾老师 极力的想要让小赵知道 什么才是成年的真正寒意时 父亲赵舒奇的一句话 彻底把小赵给掖了回去 如果按小赵的算账方法 这些年对儿子的养育付出 又该值多少钱呢 那把我同家那部分给我补上回来 好吧 你童年怎么了 你童年下地干活要补偿你吗 那您觉得就是说 我就应该天天去上帝 天天啊 当整工啊 那我要放学五点半到家 你爸没饿死你 你知道吗 是 他就应该就是说不管饭 不 是这样的关系 是他管你饭你上帝 那您觉得就是这比较共同 嗯 你觉得不公平吗 你不干活就想白吃饭吗 对于如今让人匪夷所思的小赵 嘉宾老师试图找出问题的起点 面对老师的一再追问 小赵显得有些慌张 那这一万块钱的学费究竟是怎么花光的 这和他的性情大变是否又有重要的联系呢 你那一万块钱干什么去了 有一部分都是双花费 我相信你大二的时候就没怎么上学 是不是 是 所以你大二干嘛去了 就后来就是搞一部分投资嘛 别拿这个理由来忽怨我 我们俩同龄人我知道 因为我相信你是大二的时候把自己玩野了 彻底心玩开了 才有这个胆大三去拿一万块钱去继续玩 然后正好这个父母也不去惩戒你 就这么过去了 没管 才到今天这个状况你知道吗 刚才何老师也说了 如果他要把学费花了 家里可能把他胳膊都打折了 可是你呢 这一万钱花了 父母好像也没怎么管你吧 所以小赵你的问题在哪呢 就是你对父母不感恩 你老觉得你的童年是一个痛苦的童年 对啊 不太快乐的童年 对啊 你把这个责任归咎于父母 那我应该找谁啊 你说你应该找谁啊 父母给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对你不就是一个最大的恩惠 会不会 让你感到什么 可认你 对我来说 好 好 好 这一天 我来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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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 你们出一个主意 当然这个主意是什么好主意呢 我们还要通过一个短会来决定 好不好 我们几位专家去开个短会 看看怎么处理你们家这事 在将近两个小时的交谈中 小赵很鲜明地感受到了嘉宾团队 对自己的质疑 也许是气话 也许是顿悟 小赵在父母面前 放弃了自己之前的诉求 但是这对于赵家以后的生活 是远远不够的 嘉宾老师们也立即召开了临时会议 努力为这个家庭的未来做出规划 其实现在就是 这一家人任何人改变都是不可能的 性情是不可能改变的 这孩子已经成形了三十多岁了 所以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他对他父母少形成一些侵扰 就是一分不给他了 绝对是不能再给了 他是逐步升级的 从前从现前开始 现在已经上升到房产了 因为孩子出生到成人 成人之前 他是属于家庭的一个成员 我们家庭承担着很重要的家庭教育的责任 因为你们这个家庭没有给予他一个很正确的教育 我们可以这么负责任的说 每个孩子出生都是一张白纸 但他发展到今天一定是你们家庭教育的结果 对不对 你们得正确的认识到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家庭教育没有实现的这个成果 谁来实现 社会 他去做措施 就是社会会教育他 就彻底把他推向社会 推向社会就是 第一是在经济上 一分钱都不能再支援了 你明白吗 第二他除了回家孝敬您 其他的事不需要他来做 明白吧 如果他是希望来分家产 或者说征地补偿什么的 让他去法律解决问题 不要来谈 你没有资格跟我们来谈这个问题 好不好 我不敢说已经构成了刑事犯罪没有 至少是一个行政治安处罚的一个行为 这调解现场 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 不知道结果如何 这样我们先请孙律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能再罚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一次我们的嘉宾老师没有再拦住他 作为一个30岁的成年人 不论是一次调解还是一份工作 亦或是自己将来的人生 所有的一言一行都该为自己负责 所有的苦乐艰辛也只能自己去慢慢体会 我们心疼两位父母 但也必须给出这份看似残忍的答却 只求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父母都在 刚才小赵听了专家的话以后 好像有点情绪 在这儿也想劝劝小赵 30了 应该30而立了 这时候应该是考虑怎么孝敬父母的年龄了 但是作为父母 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也应该是 子不叫父之过 也要自己反思 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要有方法有策略 好不好 刚才专家已经进行了解读 我不知道父母是什么态度 母亲同意吗 同意 父亲呢 同意 也同意 好 那么既然专家给出了这么很好的 这么一个办法 这么一招吧 把儿子让他 不是说把他推向社会 是让他自己独立 刚才他也说了自己要弄点豆腐房 养点猪 要自己创业 我们也希望他能干成一番事业 最终的能够回报父母 好不好 好 在本次调解结束两个月后 栏目的工作人员再次来到了小赵的父母家 反正从上一次他们调解完了之后 不知道现在儿子跟您联系没有 现在没联系 后来他就从调解试回来以后吧 他回了一回 连货货本拿走了 拿走了 我说你在外边机杆注意一点吧 想让你机杆怎么 老师也说了是吧 让你机杆不叫我们管你了 他说行了甭管了 就这样 就到现在一个电话也没有 为了小赵的未来 赵家父母严格遵守着嘉宾老师们给出的建议 这无疑让我们倍感欣慰 但是儿行千里母担忧 宠爱了三十年的儿子 已经两个月没有回家了 母亲孙淑玲的脸上 写满了心疼和担忧 那么现如今的小赵究竟过得如何呢 如果我们能联系上儿子的话 能不能我们再就是聊一聊 看看一天晚上聊过年了 咱们2017年有了个新的开始 如果可以的话 咱们好好聊一聊 他可能过年回来 咱们继续聊一聊 也许实际这个隔阂和矛盾 可能就发现了他 你看 那我们现在就给儿子打一个电话 喂 儿子 在外边好 年纪能回来吗 没准呢 还没起呢 这通短促的电话 虽然还不到两分钟 但对母亲来说 也许已经是最温暖的慰藉了 至少听到他声音了 你现在心里是不是也讨实点 现在好点 现在对于马上做好点